说实话这个运动相机呢 真的是一个特别坑的产品 更新的频率极快 每隔没那么两年就发现啊 它又出新的了 每次他们这宣传片啊 还都做的特别炫酷 让我看了觉得 哎呀我也得买一台 每出一个新的型号 哎看似好像升级了点什么 但实际上呢 好像实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嘛 配件就更别说了 那是一个更大的坑 看着啊都挺便宜的 随便一买 咱们就能买一大桌子 但其实大多数呢都没什么用 或者说一点都不好用 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些年我在运动相机上交的学费 哎这可不是一个评测视频 咱们可不提哪些官方给出来的数据 而是聊一聊 真实使用下来我的一些感受 给您对比总结一下 在不同的场景下 到底哪个机器好用 当然呢这也少不了一些 有用没用的配件吐槽 无论您是正准备购买运动相机 还是说已经拥有了 相信这些视频呢 都能给您提供点有用的信息 在很多年前呢 我拥有过一个GoPro的第四代 在那之后呢 我就再也不敢买运动相机了 那在那很久之后呢 我第一个买的实际上是这个大疆的第一代的运动相机 到现在您看我还留着呢 虽然说它这个画质比不上现在用的这两台了 但是在电池续航防水和防抖上呢 都还做得不错 所以一直呢 我就没舍得把它丢掉 目前呢 我就把它放在车顶 拍摄一些行驶过程当中的记录画面 后边呢 也会有一些样片的对比 让大家来看一看 为什么它的画质不如现在我手上的这两台了 那在这个之后呢 我的朋友送了我一台Pocket的第一代 这是一台当初它发售的时候 我就没看上的机器 用了之后 我可算是明白了 真好用 把它升级到现在手上这个第二代呢 是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的 它推出了这么一个手柄 不仅这个手持的握杆 要比以前好很多 因为它把它给加长了一块嘛 而且呢 它也不用像一代的时候那样 需要单买一个WiFi的模块 才能和手机连接进行远程的控制了 这个手柄就是它那个WiFi模块 更重要的是 这个手柄它还内置了一个无线麦克风的接收模块 搭配它大江自己的这个无线麦克风 就可以直接这样录制了 我再也不用 在我这个Pocket外边 还得再带一个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 您看 这个接收器 它还挺大的 就算是大江它自己那个接收器呢 挂在外边也挺大的 所以说如果它把这个接收器内置在这里边 只搭配这样一个外置麦克风 哎 我就省了大事了 所以说还是那个观点辅助的设备能少带一个 是一个 也就少丢一个 今年初呢 我就买了这个GoPro 11了 无论网上把它的这个画质吹的有多深 哎都跟我没关系啊 我就是奔着一个功能去的 水平锁定 打开这个功能 无论这个相机如何倾斜 画面还是一直保持水平的 哎 这可对我来说呀 太重要了 以前我录这个追光笔记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身子如果稍微的斜了一点 它这个画面呢 总是歪歪扭扭的 而且戴的时间长了 有的时候没注意这个画面呢 它自己可能就倾斜了 现在呢 我就使用了这个水平锁定了 你看无论我怎么动 远处的低平线一直都是非常的平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 当使用这个水平锁定的时候呢 哎 它就只能使用这个视角比较窄一点的镜头 而不能使用刚才那个超广角超宽的视野了 这个是它其中唯一的一个遗憾吧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您看后来我这个第一视角的画面 是不是和谐太多了 反正我自己看着是好太多了 起初呢 我想买了它就代替这个Pocket 2 只留它一个 辅助设备 少带一个是一个 是不是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还真不行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这个传说中的画质 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GoPro的这个画质呢 感觉是自带了HDR的这种效果 在拍摄同时 有很亮和很暗的这种大光碧环境的时候 您看它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甚至我都不需要买任何的滤镜 就使用它这个相机里边全自动曝光模式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画面了 快捷 方便 还省事 对不对 用它拍风景的效果呢 确实特别的好 但是 千万不能拍人 生硬的这个高动态范围效果呢 如果拍人的话 您看 就会让我看起来像是从这个眉窑里边刚爬出来似的 还记得这期视频吗 哎 那就是我第一次用这个GoPro拍A-Roll 我呀 这叫一个后悔 一开始我以为就只有我拍自己是这样的 后来我上网一看 哎 别人拍出来 也这德行 我呀 基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说到这个拍人方面呢 这个Pocket 2拍出来的皮肤呢 就很好看了 当然也正是如此 它拍出来的所有画面 高光区域都很容易过曝 必须要使用这个ND滤镜 搭配它这个手动曝光模式 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哎 这一点老人都不能偷 我之前的这两期视频呢 您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同样是日落的时候 效果确实千差万别 也有小伙伴留言说 哎 这期视频效果怎么那么好啊 其实就是用这个Pocket 2拍的 区别呢 就是没偷懒 当天用了这个ND滤镜了 而另外一期呢 我就是偷懒了 没用ND滤镜 您看 差别多大 所以根据以上的特点呢 我发现这两台机器的这些不同之处 平时拍摄我自己的时候呢 我就用Pocket 2来拍摄 当我去拍摄环境和第一视角来记录的时候呢 我就全都使用这个GoPro 11来完成了 哎 顺便提一下这个第一视角的配件 我现在用的是呢 戴在脖子上的这种 我觉得啊 它比这种就是挂在胸上的要好很多 这玩意儿吧 捆在身上特别的怪 不仅自己觉得捆着特难受 别人看我的眼神都会觉得特别的奇怪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绑在这羽绒服外边 哎 确实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我呢不太推荐我这款硬塑料的设计 这个挂脖子上呢 很不舒服 而且呢 它这个质量我觉得可能也会有点堪忧 我这用了没多长时间 这个螺丝钉呢就已经出来了 还有一款在网上您可以找到 它是这种软绳的设计 整个它挂在脖子的这个位置呢 都是软的 我认为肯定会比这个舒服很多 而且收纳到包里的时候呢 这款硬的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而且它必须要把这个机器和它这个挂脖的这个绳要分开 否则它是没有办法合起来的 挂脖的这款相机的位置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因为如果是胸带的话 它会非常的低 那如果是这种抬起手来拍照片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拍不到了 挂脖的这个位置呢会更方便 更实用一点 白天这两台机器可以说拍的效果都还不错 都可以说得过去 咱们来看看暗光的画质怎么样 拍摄夜景虽然说没有白天的需求量大 毕竟白天的时间要更长嘛 但是咱还是希望咱自己手头里这个相机 它尽可能能多干点活是不是 GoPro别说是夜景了 就算是暗一点的环境 比如说树林里就能看出有明显的噪点和色块感 夜景啊就更别提了 您看这水平我觉得也就比这个大疆运动相机一代的水平强点有限 甚至我感觉有的时候还不如我拿这个iPhone 13 mini拍的呢 只不过我这个手机镜头它这个晕光 看上去不怎么好看 在夜晚去拍人 也仍然是Pocket 2的效果要更好 我经常是要拍摄到很晚嘛 所以夜景自拍也是少不了的 在这一点上 Pocket 2仍然是在这里边唯一的选择 GoPro 11还真代替不了它 所以说我当初想要用它替代Pocket 2的想法呢 就是彻底的幻灭了 在画质上特别是夜景 Pocket第二代确实有不少的优势 但是在它的镜头视角上 这个Pocket确实是非常的有限 虽然它这个镜头比上一代 也就是它的一代要广了一点点 但是仍然无法达到GoPro那样的一个超大视野 虽然说这个原厂给咱们派了一个小的广角镜头 吸在这个镜头的外边 但说实话这个广角啊 并没有扩到很大 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它这个小的广角镜头 平时就是吸在这个外盒里边的 第一次我看它这设计 我就感觉啊 迟早它得丢了 果不其然 我那就真丢了 所以说我又这么单派了一个 这个广角镜头呢 其实有个实际的使用问题 因为咱们把这个镜头装上之后呢 这个相机就没有办法再使用ND滤镜了 咱们之间说了 它得加上ND滤镜 效果才会更好 虽然说卡瑟这款广角镜头 它是可以在后边放这个ND滤镜的 但是呢 我还是更推荐大家使用这种 可调的ND减光滤镜 拍起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调节要更方便一点 否则呢 咱们得带好几个ND滤镜 换来换去的 也挺麻烦的 有了这个滤镜之后呢 这个广角镜头 基本上就算是用不上了 所以还是回到了咱们之前说的 视角很受限制 选择性并不是很多的这个问题上 那么GoPro在这一点上呢 它是为了户外极限运动 所设计的多种视角 随意调节 在拍摄自己的时候呢 说实话要方便很多 特别是在这种狭小的空间内 在某些时候呢 使用这种超光点去拍摄呀 在视觉效果上 确实要更有冲击力一点 那这一点上呢 Pocket就不具备了 虽然说这个GoPro的视角要更广 更适合狭小的空间内 但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 却不让我很满意 如果说我使用这个机顶麦克风 去拍摄自己的话 那么我就不能离这个相机太近 我不能把我这个相机搁在一米多以外 那么它的收声呢 就不会有近距离的效果要那么好了 那么结果就有可能是 相机是离得近了 效果是好了 结果全程都无法对焦 大家还记得这期视频吗 实际上我当时距离它 也就五六十厘米左右的距离 放在一个小三角架上了 结果全程都没对上焦 是不是 实际上这个GoPro11和大江的 这个运动相机啊 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最近对焦距离 没有办法特别近 那相比较之下呢 这个PocketR的最近对焦距离呢 就要近很多了 可以离得特别近 还可以对焦上 比如说我放在这么近的位置 它也是可以对焦到我的脸上的 远了就更甭说了 但是您别忘了 它的视野不够广 如果离得特别近的话 我这脸横门地占了这个屏幕的一半 看上去就有点奇怪了 所以说是不是真的很矛盾 那既然这是运动和旅行Vlog相机 那么就少不了咱们在大量的移动过程当中 拿着它们去拍摄的画面了 GoPro 11拍摄这种移动速度非常快的画面 比如说您看我在这个滑板车上 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流畅 加上它的大视野 可以拍到我自己的手臂 或者说周围更多的环境 但是如果是自拍走路 有的时候看上去啊 就会感觉有那么一点奇怪了 我自己录完这段去回放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这腿脚啊 好像有点不太利索一点一点的 在这个边走边拍这一点上呢 我认为这个Pocket就要好很多了 防抖和连关性呢都要更自然一点 您看还是在自拍的时候得用这个Pocket 2吧 拍环境用GoPro 11 以上说的这些呢 就是在购买的时候 主要会考虑到的一些 这两台机器之间的差别 下边呢我就随便说几个 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给大家在使用和购买的时候呢 逼一下坑 GoPro 11 它在这个外边有一个麦克风模块 使用了它之后 降噪的效果呢 确实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呢不如咱们如果直接在外边 接这种大的麦克风的效果 而且它那个模块的定价呀 我觉得实在是太高了 装上之后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它很难再更换电池了 每一次都要把整个的模块拆开 才能打开电池舱来换电池 所以说呀 还不如不用 所以现在呢 我就已经放弃使用那个麦克风模块了 现在所使用的这个收声呢 就直接从这个 GoPro 11里边直接收的 所以我觉得效果呢 还可以 也挺不错的 这18毫米太广的话呢 就会让它这个天空和地面 都看起来超级的空旷 运动相机的一大卖点呢 就是防水 所以说这个GoPro 11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比Pocket要更放心 下雨下雪天都可以随便用 也不用担心说进水了 还是怎么着 加上这个GoPro 它新出的这个电池 在温度比较低的区域呢 会比较的适用 也不用太担心掉电的速度特别的快 今年冬天我用过几回 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也没有在超级冷的地方使用过 使用这两台相机去拍摄 而没有选择相机去拍摄 我捞个说实话 就是图一个轻便 比拿着相机镜头出门呢 要省事多了 而且也不显眼 别人呢 也不容易注意我这干什么的 揣兜里 拿出来就能拍 在这一点上呢 这两台相机确实都做到了 只是说这个Pocket呀 它这个收纳呢 稍微有那么一点麻烦 每次拍完了 还是最好套在它这个壳子上 然后再揣兜里 否则说它这个镜头稳定器的这个位置呢 比较的脆弱 而且在这晃晃悠悠的 在兜里边非常容易去损坏它 而且这个二代的镜头外部材质 我觉得特别容易磨损 一代的时候我都没觉得这个问题 二代反而没用几次我这个边上就已经磨花了 在收纳方面呢 GoPro自带的这个收纳盒 我觉得超级的好用 可以同时放下我这个Pocket和GoPro 以及一些备用的电池 我呢还配了这么一个小盒 用来放一些比较容易丢的小配件 还有呢 就是这种软的收纳袋 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装镜头的软袋 用来装GoPro我觉得超级的好用 而且啊超级便宜这个东西 GoPro的这个5K视频文件真的很大 特别的占用空间 如果咱拍摄这种一镜到底的记录素材 最好啊 我觉得还是分段路 没用的内容回头看一下 觉得没什么亮点的 就是这赶紧给删了 节省硬盘空间 GoPro真的是吐槽吐不完 它呢经常的黑屏死机 哎我就拍测试片的这么会儿功夫 它就出现了死机了 就可见它这个频率啊 还真是挺高的 我用这个半年以来 我觉得得小十回 黑屏死机 只能把电池来解决 Hockey这个开关啊 特别容易误碰打开 如果是握住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不小心就碰到 就打开了 非常的烦人 甚至于有的时候把它装盒里 这么一摁 哎还摁了开机键了 GoPro的这个原装的电池充电器的设计啊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每一次真的要按一下 看看它前面这个灯是不是亮了 才能放心的开始充电 备用的这个电池和充电器这一套啊 价格还真是有点贵 我觉得 看到这儿您可能说了 哎花这么多钱 为什么不用手机拍呢 哎呀对 现在这个手机拍照呢 确实都挺厉害的 您看 比完了之后 咱们会发现手机的画质 有的时候在夜景 甚至于比这个运动相机都要好 除了能揣兜里 拿出来就拍之外 这个手机和运动相机 还有这么几个区别 第一电池续航 手机拍视频 它的耗电量呢 是非常大 掉电速度呢 会比运动相机要快很多 很快 您那手机就没电了 第二 手机的内存空间呢 是非常有限的 拍满了呢 咱也不能换卡继续再拍了 第三 它的稳定效果 手机呢 还是需要去买一个稳定器 才能实现和Pocket一样的稳定效果 第四 手机 它不防水 也不扛灶 经不起折腾 而且这个 一台拍照比较好的手机啊 确实也不便宜 运动相机 大概也就不到手机一半的价格吧 您把这个相机 往车外边这么一扔 又是泥又是水 啪啪一弄 拿水一冲 一点什么人有 您看 还是这个值吧 好了 以上就是这几年来 我交学费的成果了 特别是这半年 我基本上呢 就是用这两台相机 去拍摄的我所有的视频 随手记录呢 是个挺好的习惯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啊 有个问题 拍很容易 难点在于后期 去整理这些素材 随手呢 咱们就能分分钟拍出一大堆东西 但是放在硬盘里边都不怎么看 要我说呢 咱们还是求精 拍太多的素材 后期的压力也会变大 很费时间 视频的后期真的要比照片 花费时间要多的多 拍多长时间的素材 咱们就得花多长时间的时间去看它 去整理它 所以说不如少拍点 少而惊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拍照片呢 我是认真的 拍视频做这个频道呢 我也是认真的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